台湾县13号新增348名确诊者 其中今天校园确诊新增58名学生、4名老师 各级学校共累计了476名学生、52名师生确诊 所幸大部分以轻症或无症状为主 但人请民众随时注意身体状况 严守隔离居家绕户的规范 台湾县今天确诊348名确诊者 而全县目前累计确诊有3056人 有1541人匡列区隔中 而县府说明县内目前有两间养护机构 以及一间额绍机构出现确诊群聚个案 而昨天针对第一间养护机构进行定期裁检 再新增6人确诊 而第二间养护机构以及额绍机构 目前无新增确诊个案 而校园部分 今天校园确诊新增58名学生4名老师 累计共有476名学生52名老师确诊 索性以轻症或无症状为主 而为了缓解医疗量能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12号起开放居家隔离 自主防疫居家检疫等三类对象 快筛阳性后可由医生视讯认定确诊 并从明天起开放亲友携带健保卡快筛卡夹 到诊所请医生确认确诊 记得陈安如总和报道